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7月4日 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 是全国的工修假日 今天市场呢也修饰 但是今天早上很早 就被邻居家啊 来割草的工人的 使用的这种割草机的噪音呢 被吵醒了 那么当时 RT呢就有一个感受 就这些捡草的工人呢 大部分都是墨西哥的移民 就他们也是怀揣美国梦 到了美国 但是即便在独立日 全美放假的这样一个节日 这些墨西哥工人呢 还要辛勤的工作 那么这个事RT还是很有感触的 它还是能够反映出来 美国梦的本质 还是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人 都需要奋斗 你比如说 你在美国 假如你有500万美元的存款 你不敢躺平 你如果有500万美元的 这样一种存款 你如果在中国 你可能呢 有躺平的本钱 但在美国 你没办法躺平的 你应付不了 你未来退休生活品质的不降低 你还需要奋斗 但另外一个方面 假如你在美国 你只有5000块钱的存款 你也不会慌 你也不会着急 因为只要有工作 你的生活仍然会很体面 很舒适 所以对美国人来讲 绝大部分人不敢躺平 你看中国社会 在过去几年 躺平的是一个热词 它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呢 不满 或者消极 但是它同时也反映就中国的一种生存环境 是很多人是可以躺平的 但是美国不行 那么有些网友可能会问了 美国有那么多的富豪 那么多的有钱人 那么为什么没有给美国的社会带来一些消极 让他们放弃努力 对这种阶级分化感到绝望呢 就美国社会为什么没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呢 消极的社会情绪呢 而我提供观察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呢 它占了人口的70%以上 就大多数人收入生活水平都差不多的 所以极少数富裕阶层呢 你对中产阶级的情绪影响不大 你包括在华尔街工作的人 你与普通的商场的营业员 这个生活差别并不大的 那么真正1%的人与中产阶级收入差别大 生活差别大 它影响不了这个70%的这个庞大的人口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美国社会呢 它与中国不一样 它这个社会呢 它崇拜英雄 崇拜这些富人 你谁有钱 谁有本事 没有人去嫉妒 昨天LT看到巴菲特的一个讲话 他对社会分配啊 公平的社会分配 他讲两个观点 他说第一呢 美国的财富啊 向专业人士集中 这确实是一个趋势 是一个现象 就专业人士的财富积累的更多 你看他这个表达 与人们想象那样一种啊 阶级分化不一样 你看美国的这些富豪 什么富二代富三代那种啊 是非常少 特别是像这种啊 巨无霸企业的这些创始人 大部分他们的起点都是比较低的 这个是他们的专业才能 为他们创造的巨大财富 你包括马斯克 你包括扎克伯格 就这些人呢 他的财富增长 向他们集中 就巴菲特解释呢 这个是科技发展 新的产业特点状态下 就财富向专业人士集中 就他没有说向资本家集中 或是向富人集中 他说向专业人士集中 那巴菲特谈另外一个观点呢 就是说美国社会 美国政府应该更多的关注 普通人的基本保障 所以你把普通人的基本保障水平 能够让多数人有尊严的生活的话 那么这个社会呢 他不会把矛盾聚焦在这些1%的人身上 所以很多移民美国的中国人都在感叹 你如果从制度性来比较的话 美国更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就哪些人能感受到美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只要是真的是收入很低的人 真正是很穷的人 你就能感受到美国这个国家是特别可爱 但是你稍微有点钱 特别中产阶级 你就感觉在给这个国家打工 你挣的钱呢 你1%都要交给这个国家了 所以美国没有人专门做这种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 但是美国人呢 对这个国家还是充满信心 每一个人呢都是处于一种的奋斗中 你不能像中国官方媒体讲的什么乐观向上的氛围 他不管是乐观是悲观 你看看大部分美国人 他必须要让自己处于一种啊 勤奋的状态 所以这个国家你很难说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国家 或者是一个很让人幸福的国家 NT对美国最大的感受是 美国这个国家的氛围 它能够鼓励你每一个人去拼搏 每一个人去努力 而且这种努力呢 动力是来自于每个人的美国梦 这个是今天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呢 与大家谈的一些题外话 那么今天与网友分享的财经头条 是CNBC的一个报道 因为今天是公休日 没有什么大的新闻 或者是重大经济事件发生 今天这个报道呢 它能够让我们来了解美国舆论 特别是华尔街 是怎么看待明天即将发布的六月份的非农数据 就人们常说会看的看门道 不会看的看热闹 那么这篇文章呢 它就向我们指引了 就应该怎么去专业的角度 或者职业的角度来看待明天发布的非农 你把这种方式你了解以后呢 你可能以后在面对每个月的这个非农数据 你可能你感悟啊 可能就与之前就会不一样 它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随着对更广泛经济担忧的加剧 周五的就业报告预计将显示工资增长放缓 所以这个呢 它就给我们展示出了一个角度 因为人们一般关注非农的时候 关注就业岗位的数量 但是六月份的这个非农报告 你看CNBC呢 它就引导大家呢 可能要更多的关注工资增长的情况 2024年迄今为止 新增加就业岗位124万 比一年前的同期下降了5万 那么经济学家们预期 就明天上午8点半 美国劳工部将发布的非农报告 六月份新增加的就业岗位 预期是19万 那么比五月份的27万2 有明显的下降 从历史上来看 就业增长步伐仍然是稳步的 但有迹象表明 条件可能会变得软化 并可能指向未来更广泛的经济疲软 那么CNBC采访了一位策略师 叫Bunker的策略师 他说这是一份报告 其经济格局的不确定性 比几个月来要多一点 具体来说 我更多的考虑的是失业率 失业率一直在缓慢的上升 因为五月份的失业率上升到4% 这是2022年1月以来首次超过4% 高于一年前的3.7% 那么预计明天发布的这个失业率数据 会保持在4% 那么怎么看 假如明天失业率是4% 怎么看呢 这个文章说 在正常情况下 4%的失业率是值得庆祝的 而不是令人担忧 然而吸引经济学家眼球的是 与过去一年的相比 失业率在升高 虽然几乎没有数据迹象表明 经济即将衰退 但失业的趋势正引起一些关注 2024年的上半年 经济已经放缓 第一季度GDP的增长 以1.4%的年化速度增长 而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预期的第二季度增长为1.5%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领域来自参与劳工统计局调查的机构的非农业就业岗位的报告 他们正在就业的家庭技术之间的差异 它这个含义是指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 新增就业岗位增加了280万 但计算失业率的家庭数量增加了37万6 所以你一方面增加就业 这个数据令人鼓舞 但同时另外有一些失业人数 失业家庭的数量在增加 那么对于明天的这个数据最难预测的是工资增长的情况 那么CVC它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 它预测6月份的月薪增长0.3% 那么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9% 那么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 这将是2021年6月以来首次增长低于4% 那么收入的增长的降低 它会带来一系列的宏观经济的效果 比如说容易推倒通胀的降低 但是同时会反映经济的降温放缓 甚至又会让市场担忧衰退的风险 所以通过这篇文章 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 就华尔街专业人士会如何期待明天的飞龙报告 以及飞龙报告有哪些重点 值得我们去关注 所以这也是一种科普性的报道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我们分享美联社的报道 报道标题是2024年英国大选将对英国政治进行改革 以下是选民前往投票时需要知道的内容 那么今天英国就开始大选 今天一天的投票一直到5号的凌晨结束 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英国选民周四前往投票站 在英国自2019年以来第一次大选中投票 在前往当地投票站的人中有现任总理舒纳克 他的保守党选民在执政14年后被普遍预期下台 以及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可能替代者工党领袖 斯塔莫会成为英国首相 那么他讨论第一个问题是 谁将参选英国选民不会在今天直接选举新的领导人 就新的首相 而是在英国议会制度下 选民为下议院选择当地的代表 所以这一次的大选呢 他是选下议院的代表 然后通过650个下议院议席的争夺 来确定呢 取得超过半数席位的政党的这种胜选的形式 由超过半数席位的这个政党呢 来推举下一届政府的首相 那么英国的这个正式的国家元首呢 是查尔斯三世 就英国国王 那么选举出来这个领导人呢 他就是个首相 是个总理 那么工党的目标是至少赢得650个下院议席当中的326个 那么第二个他讨论问题呢 选举具体时间表是什么样的 那么今天上午就周四的上午 英国大选开始投票 大多数选区的结果预计到周五凌晨之前公布 但是在英国一些边远的农村地区 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特别是投票数接近或需要重新计票的情况下 这个时间呢 可能会更长一点 但是最终结果在今天的晚上10点左右 应该会有一个最终结果 要完全正式的结束这个投票呢 在今天晚上12点以前他们都可以完全结束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很有意思 现在欧洲都在搞选举 法国包括荷兰之前搞过选举 现在在整个欧洲大陆右翼的势力在兴起 英国这一次选举普遍看好这个工党 那么会不会带来一个问题 英国是否抵制了欧洲向右转的趋势呢 所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美联系的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LT感觉呢 这个问题你来这么看 你看看工党 坦率来讲 工党自己在向右转 就是斯塔莫领导工党四年 他把工党从科尔滨的那种左派 把它校正回了中间派 斯塔莫的有些观点呢 坦率来讲 拿到欧洲来比 他是有点右的 但是他相对于英国保守党来讲呢 他还是偏左 但是他总的政治色谱 他应该是一个中间派的 所以说LT来回答美联系这个问题 英国是否抵制了欧洲向右 实际上工党他自己先把自己向右转 当然这个左右是相对而言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金融时报的报道 就法国7月7号要进行第二轮的投票 那么舆论的普遍认为 勒庞领导的极右翼国民联盟RN呢 将会取得大胜 那么今天金融时报呢 就给这个舆论泼了个冷水 他报道标题是 民意调查显示 法国极右翼无法在决选中 获取议会的多数席位 金融时报报道称 哈里斯互动民意调查显示 极右翼国民联盟RN 在即将举行的决选中 就第二次选举当中 无法赢得绝对多数 这意味着法国议会将出现严重的分裂 如果周日第二轮投票正式议会陷入僵局 那么法国将进入一个动荡的时期 没有一个派别能够获得足够的席位来组建政府 哈里斯维多家法国媒体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 就洛庞领导的RN及其盟友将赢得190至222个席位 这远远低于极右翼联盟获得执政所需要的289个席位 就你要过半 你必须得超过289 就他们吃奶的镜拿出来 最多只能搞到220个席位 所以这个对于目前舆论说 法国要变天 这个就泼了冷水 可能还变不了天 从这个角度来讲 马克龙廷二周先 搞这一次提前的大选 他可能还真的没有输 当然马克龙的政党这一次的议席 可能会丢掉一半 但是对于马克龙 他希望通过这一次选举 能够阻止极右翼这种势力的扩大 或者社会影响的扩大 他这个目标可能还能够得逞 但是法国右翼势力对法国社会的影响 或者得到法国社会认可 他确实是有很大的改善 所以法国政局动荡 进入动荡期 这个是毫无争议的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今天CNN的一个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 德国阻止了与中国的另一项大型商业交易 德国以国家安全为由 阻止了向中国出售大众汽车子公司 对其最大贸易伙伴紧张关系造成了新的打击 大众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表示 计划将其燃气涡轮机业务出售给中国国有的黑龙江燃气 锅炉机公司 但德国政府启动了一项审查 发现中国可能使用燃气涡轮机为军舰提供动力 那么德国政府呢就做出了阻止该协议的决定 这项决定呢是欧盟提高中国电动汽车关税几周前做出来的 引发了与北京的贸易的新争端 几天后北京对欧洲猪肉价格展开调查 所谓的欧洲猪肉价格嘛 就是德国人吃猪肉 欧洲出口猪肉最多的就是德国 这个就是针对德国来的 那么昨天德国副总理经济部长哈佩克 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 德国欢迎外国公司投资 但必须保护与公共安全相关的技术 免受可能并不总是与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的侵害 那么内政部长也发表声明 他欢迎政府出于安全原因做出的这种决定 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呢 对这个事也发表了评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 中国反对正常商业合作的政治化 我们希望德国将为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公司 提供一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商业环境 那么这个新闻呢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西方啊 对中共的一种戒备 以及呢不需要动员对中国的某种封锁 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我们来分享两条有关香港的报道 第一个呢是今天香港信报的报道 报道标题是香港的PMI连跌至两年最低 营商环境持续变弱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六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降至48.2 交五月的49.2 进一步下跌 连续两个月跌破50 反映营商环境持续变弱 倒退幅度虽然轻微 但却是2022年10月以来最明显的 那么五四四零界点 这个48.2 这个就是萎缩的还是比较厉害 但是信报把这个萎缩分析的落脚点 落脚在香港的营商环境持续变弱 那么他实际上判断出来的是一种趋势 就你营商环境变弱了 那不光是六月份有问题 第二个有关香港的报道呢 这个是中共的外宣媒体香港01的报道 你从这个报道上啊 你能够感受一点呢 香港社会啊 对中国大陆的一些社会情绪微妙的变化 这个01呢 他绝对是听党的话的 但是呢 偶尔也流露出一些小情绪 他报道的标题是 内地优才在港便人人喊打 HR揭秘排局的原因 所谓的内地优才 全名的是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即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计划 目的是为了吸引优秀的外地人才来香港定居 那么呢 内地的优才怎么会突然变成人人喊打呢 那么林妖他这样描述的 该要价三五十万 就要三五十万 自是自降身价 什么意思 该收工就收工 简历上写24小时在线 是什么心态 一位香港HR吐槽 现在内地优才正变成人人喊打的公贼 将不好的风气带入香港职场 这段描述我们基本上就弄清了 为什么人人喊打 人家内地优才来了 为了争取工作 自愿也降价 而且呢 宣示24小时在线 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那么这个呢 对其他人呢 就带来一些伤害 他报道还进一步描述 内地优才正在改造香港职场 香港人阿乐 最近觉得很烦 因为公司新招的内地优才 太喜欢无偿的加班了 老板很满意 总是明理案例和老员工说 从内地招的人便宜又听话 老员工要是再跟不上 小心把他们换掉 原本老员工都很默契 正常上下班 下了班就不回工作信息 老板也很少在下班时间打扰他们 可是自从老板招了三四个 内地的同事进来 他们的职场氛围 渐渐发生了改变 其中一个内地的优才 一来就是公司的忠诚 虽然薪水比老员工低 但是管理这些老员工 下班时间也会向这些老员工询问工作 他们实在不堪其烦 老板有一次酒户失言 说现在喜欢招内地人 因为他们公众假日会坚持工作 也不好意思请家相比之下 老员工和麻烦 阿乐和老员工们都很生气 这个呢 它就是一种文化的入侵 它就是一种文化的交融 因为在中国内地 这种内卷呢 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互相拼杀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 不惜自损 这个在中国司空见怪 但是这种风气带到香港之上 香港人就要倒霉了 所以香港人发出这个抱怨 特别是中共的标准的外宣媒体 报道香港的职场的这个不满 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一条加拿大的新闻 这是加拿大广播公司的 昨天发的一个新闻 因为昨天是加拿大的独立日 国庆日 那么在这个国庆日的时候呢 发了一条有关中国移民的新闻 这个值得大家关注 它报道标题的是 用中国护照到处旅游 并回中国探亲 中国男子被加拿大剥夺难民身份 报道这样描述的 一名中国男子到加拿大后申请难民 又使用中国护照回乡探亲及旅游 被加拿大政府剥夺难民身份 之后他提出司法符合请求 也被联邦法庭剥回 根据上个月颁布的判决书 这名姓周的男子 2015年12月抵达加拿大后 兼律师代办取得难民资格 2018年6月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 申请难民的理由呢 他说他受到原国籍的迫害 产生恐惧才不得不离开 但周以难民身份取得永久居民一年后 即2019年6月 周又到多伦多中国大使馆 为快到期的中国护照申请更新 记录显示2016年 他还用中国护照去古巴旅游一个星期 那么周兴男子更新了中国护照后 又用新的中国护照到泰国香港 中国大陆等地旅游 那么回了中国旅游了 怎么又跑回加拿大呢 他解释说中国大陆对他已经不在安全 自己呢 只是冒险回了一趟中国 那么法庭判决书呢 认为整个事件中 没有人强迫他更新中国旧护照 更没有人强迫他返回中国 那么周的这种行为呢 他只能说明呢 他之前申请难民声称不敢回中国呢 是向加拿大政府说了谎话 所以这名周兴男子呢 被遣送回中国 所以这个事呢 有很多在美国在加拿大呀 以难民以庇护的名义 留下来的人呢 可能要引以为戒 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也成了今天中国啊 社交平台的新闻热出榜 排名前列的热门新闻 就江苏省政府将特斯拉Model Y 列入政府采购目录 就这件事成为今天中国网民的热议的一个热门新闻 根据江苏省政府公司的开放式框架协议采购增集文件 此次采购指标中包括轿车 越野车SUV 商务车及MPV 皮卡 中大型客车等分包 其中SUV限价25万 要求纯电续航超400公里 那么特斯拉Model Y后驱版呢 刚好符合这个条件 它的官方指导价是249,900 续航里程呢 是554公里 那么今天中国的媒体呢 也去采访了江苏省政府 就为什么把特斯拉列入政府采购的名单 江苏省政府的工作人员称 说特斯拉不属于进口车 它是属于国产 那么为什么中国网民热议这件事呢 我先去了解一下 看网民在议论什么 那么比较集中的几个观点呢 第一个议论比较多的呢 就网民留言说 这个解释很牛啊 属于国产 不属于进口 那么去问问它数据放在哪里呢 这个是对特斯拉的一种担忧 那么也有网民呢 质疑说 那么多科研机构 还有那么多的部门 都不允许特斯拉进入 难道是假的吗 还有网民留言说 采购上限是25万 所以就采购249,900 批量购买 还能吃点回扣 还有网民留言 我们不希望江苏政府给特斯拉做宣传 希望江苏政府宣传国产车 那么大家知道这种啊 热搜榜前列的评论 都是政府经过筛选的 那么实际上 政府是允许 以质疑为主的这些网民的意见 留在社交平台上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LT感觉的在中共党内啊 在中共高层似乎有两种声音 就一种声音呢 还是安抚马斯克跟马斯克交好 另外一股声音呢 还在煽动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 第八条 与网友分享一个 最近一个时期啊 在海内外很热议的一个热门新闻事件 就近日 中共通过了农村集体组织法 习近平也签署了 成为正式法律 那么中国的民间舆论 包括海外舆论呢 都在议论说人民公社又回来了 甚至有些网民呢 认为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也有网友呢 希望LT对这个事做个评论 LT感觉的与这些舆论情绪还不一样 LT没有感觉这个事有什么特别 他这个农村组织法的内容呢 与中共现行的农村的一些基本制度 没有做任何新的改变 这个是中共的一种统治基础 它也不可能有所改变 所谓农村的集体组织法 或者农村集体所有制 是中共治理中国这个国家的 基本的政治制度之一 它就是这种二元社会 二元社会里边呢 它又把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土地 它作为集体所有 它之所以没有弄成国有 它对农民是一种安抚 但是集体所有 那也就意味着不是你农民所有 所以它用这样一种制度 来管理中国的农民 管理中国的农村 这个是它的基本法 它不存在说回到人民公司 它就是要继续按它现有的 控制农村的形式 来控制中国农民 所以这一点LT感受呢 是它不是新的政策 不是什么回到 它是在坚持或者在巩固 第九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法国世界报的一个报道 但是呢 如果不了解背景呢 你会听着云里雾里 它实际上 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事件 你如果要给它列个标题呢 是中国的职业间谍啊 栽在了流亡的小网红的手里 就中共的这种正规军啊 海外的职业间谍啊 失守了 它并没有失守到这个 法国的反间谍机构手上 它就失守在一个 中国一百个看不上看不起的 流亡的小网红的手上 所以这个事呢还是很很值得大家了解的 我们首先来分享法国世界报昨天的报道 它报道说两名中国职业间谍因试图强行遣返一名中国公民而被要求离开法国 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巴黎办事处的主任副主任已成为目标 根据法国外交部的一位消息人士称 这一程序是双方同意的 世界报报道称该命令来自法国总统府爱丽瑟公 中国国家安全部巴黎办事处的主任及其副手已被要求离开法国领土 法国政府指控他们三月份策划了一起 从巴黎强行遣返一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 中国当局便称是误解并竭力表明他们的诚意 但这一切无济于事 那么这个报道呢背后啊还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 他这个事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 就习近平的5月6日要大阵仗访问法国 那么习近平访问法国之前呢 法国的舆论呢就做了大篇幅的中法友好关系的一些背景报道 很多报道呢是中国的一些外宣系统在法国媒体上出钱刊登的 但是在5月2日晚上 法国电视二台突然播出了一个非常劲爆的专题报道 这个报道像纪录片似的把中共在法国的特务 法国的职业间谍如何威胁所谓的异议人士 怎么在法国弄黑监狱进行审讯 怎么在法国进行绑架 要把这个目标人呢给绑架回中国 全过程法国电视二台进行了跟踪拍摄 那么为什么说是个纪录片呢 他还不仅仅是在法国机场拦接中国国安绑架 异议人士 他是从中国国安在法国 是黑监狱 狮子审判 从一开始 整个过程人家在跟踪拍摄 而中国的这些职业间谍全然不知 就今年3月22日 就中国在法国这些职业间谍呢 就找到这个叫林华盛的广东人 说这个老兄的这个林华盛呢在德国说了一些中国不爱听的话 就要求他回中国 那么这个林华盛当然不愿意 那么这个在法国的这些职业间谍呢 就让这个林华盛接电话 就他在中国的哥哥被中国警方逮捕了 而且受尽了折磨 然后在电话里面 他的亲哥哥就告诉他 你得来救他 得让他回国 你回国大家都好了 这个过程呢 本来是中国的职业间谍与林华盛之间的秘密交流的事 但是林华盛呢 转身呢 人家就告诉了 在法国的被中共称为小混混的这个王静渝 这个流亡的网红 人家这个流亡的网红呢 他还是很有脑子的 他就说这个事啊 我们还得抓住证据 中共他反悔呢 他就联系了法国电视台 法国电视二台 法国电视二台呢 人家就去采访这个林华盛 林华盛呢 就把中国的这些间谍啊 怎么去审讯他 怎么威胁他 河盘托出 那么然后呢 这个法国电视二台呢 与这个王静渝与林华盛呢 他们就密谋 说我们呢 在将计就计 你再配合呢 中国这些间谍啊 再对你进行审讯 再提要求 那么接下来的这些天呢 这个电视报道主呢 就一直跟踪这个林华盛 与中共的人马进行 接触 什么在餐馆地下室啊 什么在酒店呢 被拘禁呢 人家带着专业的这个计时报道主 一直跟踪拍摄 那么到了3月22日 这个林华盛呢 按照中国间谍的要求呢 去机场跟他们一起回中国 人家 法国电视二台的记者 不仅是一路跟踪拍摄 这两个傻特务呢 还不知道 人家同时呢 法国的执法人员 也跟踪电视台一起 人家在机场 人赃巨货 所以弄得非常难堪 那么这一次的全景式的这个纪录片呢 震惊了法国社会 让法国人看到中共在法国如此嚣张 哪里有法国主权的概念呢 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啊 只要中国警察在 那就是中国管 所以这个对习近平访问法国之前营造的一些舆论呢 一下全部摧毁 所以对这个事件呢 LT有三个很突出的印象 第一这个流亡的这个网红 王金宇导演的这个纪录片啊 他完全摧毁了习近平访问法国之前的一种啊 舆论铺垫 舆论营造 所以习近平是这个纪录片 是这个事件的第一大受害者 第二个感受呢 就在中共眼里边嘴里边呢 一百个看不上的 不入流的所谓的小混混 这个王金宇啊 完胜中国职业间谍 他这种完胜的程度啊 到什么程度呢 就整个过程被人家全部跟踪 职业间谍竟然全然不知 他几乎是按照王金宇的这个剧本 在拍电视剧一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里来看 中国这些职业间谍愚蠢的什么程度 特别是对这个当事人林华胜 他一方面接受这些间谍的审讯 另外一方面 转身向法国电视台转述描述 而且配合法国电视台 全程跟踪拍摄 你如果不注明哪个是职业间谍 哪个是什么所谓的小混混 哪个是什么小网红 你可能呢 你如果看这个纪录片呢 你会把中共的两个职业间谍当成小混混 所以这个数字真的是堪忧啊 第三个观点呢 但是中国的职业间谍竟然来干这些事 这个从效率上来讲 这有点浪费中国的国家资源 当然也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 所以这个事件 它应该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或者是错误 那不知道中共官方会不会追究中国国家安全部 一方面 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这种网红部长啊 每天在中国宣传抓特务 另外一方面的这个中国的职业间谍又被人家调戏 所以网红啊 还是不适合当这个国家安全部长的 这个网红安全部长呢 他败在人家这个流亡的小网红的这个手下 所以这也是盛世中国习主席的 自国理政下的一种官员数字的一种真实反应 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 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 之前的网络上有很多流传 但是LT呢 担心的消息不实 没有及时与网友分享 那么今天香港的中国标准外宣媒体 或者骨干的外宣媒体 香港01做了报道 LT认为呢 这个消息呢 算是确认了 他也反映了中共呢 在通过他的嫡系的外宣媒体进行放风 香港01这个报道标题是 中共三中全会将推万元级消费税改革 一方税收入估计要增加7000亿 就大家都在议论三中全会有什么大招 习主席一直憋大招 憋了一年多 本来应该前年就应该开三中全会的 人家前年没开 去年没开 那么习主席决定了7月15号到18号开 那么三中全会呢 在中共党内呢 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邓小平开启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的 标志性的起点时间 就是11届三中全会 所以按照这样一种思维惯性 人们对20届三中全会也有些期望 主要是希望呢 能够继续改革开放 LT之前与网友分享日经新闻的报道 就日经新闻报道呢 中国改革开放啊 空间不大 习近平呢 他要改革的方向呢 可能与人们期望的相反 他不是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他也叫改革 反正跟现在不一样就是改革 他改革的方向呢 是往反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那么日记新闻打探的新闻也就到此为止 那么具体习主席怎么做呢 向了零一 这个报道就具体了 他报道这样描述的 消费税是中国前四大税种之一 2023年消费税呢 收入是16118亿元 占中国整体税收的8.9% 也是目前四大税收中 尚未实行中央与地方共享的税种 当前消费税主要来自于烟草 占了43.4% 石油燃料 就是汽油啊 天然气占33% 汽车占7% 酒类占了4.6% 那么预期中 三中全会这个推出这项改革呢 官方的表述是 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 那么林瑶透露呢 中共这次进行消费税的改革 是因为现行的消费税占税 消费税占行条例是2008年修订的 部分条款已经不适应当前市场环境 比如针对高档甚至奢侈消费的税务不足 大量的奢侈消费品和消费行为 如私人飞机 马术 高档会所 预落休闲等未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那么目前消费税呢 是完全归中央政府所有的中央税 所谓的消费税下化 便是由过去完全归属中央部分比例或部分税务的消费税 划给地方政府 那么中国的这个银河证券公司呢 他预测呢 这种消费税下化地方呢 他的分成比例呢 可能是中央与地方对半分 就50%的比例下化 那么光大证券呢 他是做的另外一种结构性的这种预测 就他认为中央和地方呢 分成是50% 但是呢不同种类的消费税分成比例不一样 比如说成品油分配给地方的20% 就中央得80% 小汽车这个消费税呢 百分之百归地方 就地方去挣兴这个汽车 你去多收税 你卖的车多 你税收多 那么对这个重大新闻事件 LT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就第一呢 是千呼万话使出来的三中全会大招啊 终于曝光了 就人们期待已久的改革大招 最后落脚到呢 多收税收消费税 所以这也是日经新闻他判断 说三中全会开了之后啊 中国市场会跌 投资者会失望 可能呢就跟这个结果有关 第二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 是中国民间对三中全会 记忆很大的期望 这次啊会让社会呢 产生很大的失落感 就中国民间对改革的理解呢 还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 他有一个基本的方向 基本的方向有两大核心内容 第一大核心内容呢 是放权让利 就是减少政府的干预 减少政府的给人们带来的这种成本 这种啊 生活成本的降低 就放权让利 这是一个核心内容改革的 第二个核心内容呢 是向市场化方向改革 就只要市场能够决定的事 政府就不要管 所以人们在谈论改革 或者期盼改革呢 就希望习主席做这两件事 放权让利 市场化改革 但是不要说这是三中全会 就是过去十年 习主席他所经历的改革 他自己叫深化改革 就深改 他恰恰相反 这也是中国民间讲的国师 李道奎讲的话 说李道奎比较习主席执政于 邓小平时代 就邓小平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放权 习主席执政十年呢 主要是收权 所以这个会让人民失望 那么这一次呢 不仅收权 而且呢 还要收利 你看放权让利 这个不 老百姓得给我多交一点 所以这次三中全会的 这个税改呢 他实际上向人民开刀 向人民盘剥利益 然后呢 与地方政府一起瓜分 就是中央与地方联手 来收割民脂民膏 这个反而成了一个 三中全会的主要节目了 成为一个改革的主要任务了 可想而知 这个会给中国民间带来多么大的这种啊 伤害 第三 想与网友分享观点 习近平难道不知道中国社会的感受吗 他难道不知道人们期望改革的方向吗 他当然知道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这么去得罪人民呢 人民希望放权让利 他要收权 要夺利 要抢利 他为什么要背道而驰呢 与人民愿望 这个里边呢 可能就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就习近平他认为呢 他已经大权在握 完成了他的独裁统治体系 他不再需要取悦人民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现实 大家都在说中国消费不忘 人们缺乏消费的这种啊热情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应该向人民示好 应该给人们鼓舞 但是人家习主义部 哪里有功夫去考虑那些凋敏贱民的情绪啊 政府不够钱就收税不就完了吗 所以他反映的是习近平 不财者的一种狂妄 他与人民的情绪啊 脱节 甚至是背叛 第四项于网友分享的观点的是 就这次三中全会啊 弄这个税改呢 再次证明 习近平他的确在改革 但是他改革的方向 是反人民反市场的 这两大特征呢 更加清晰 所以习近平还是有他的固执 还是有他的自信 他之前的自信呢 是表达在于西方为敌 那么通过这次三中全会呢 他表现出来一种啊 他对人民的不屑 以在人民面前 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 打引号的自信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啊 再对习近平抱有期望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好